香港局势升温 警方甚至大动作地闯进大学校园抓人 迫使香港中大宣布本学期提前结束 不少在香港的台湾学生选择暂时回到台湾 据台湾教育部最新统计赴港的1,021名台湾学生 已经有超过半数 共计528人返回 港警连日以催泪弹攻击香港多所大学与抗争者对峙 让校园沦为战场 香港局势升温 不少在香港的台湾学生选择暂时回到台湾 这一部一级陆委会紧急协调滑航 让71位学生在凌晨搭机抵台 还有一些学生已提前自行购票返台 截至14号上午为止 至少有125位香港台生已经返回台湾 抗争可是会有受伤流血 或者是这样子 就是毕竟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 所以还是看着他们这样就很难过 因为最近你就知道说有这个状况 知道知道 但是没有想到会变那么严重 就是一整天都有车雷蛋在学校宿舍外面 然后7点半 对 学校说晚上会有进场 会宿舍里面 叫我们标 然后我们在宿舍里面就觉得很可怕 台湾是个好地方 自由很重要 好可怕 目前在港台生共1,021人 陆委会初步估计回到台湾的台生已经有370人 教育部与陆委会紧急成立专案小组 协助在港台生返台 也正协调台湾各大学提供衔接安排 是我们学生的需求来做整个学习的衔接的安排 那么是采取这个随班复读 选修学分 或是来作为后续考量 在下个学期要转回台湾来做升学的等等的准备 那么教育部已经做相关的这些联系跟安排 包括清大 交大 成大等校都表达意愿 协助香港台生返台学习 而台大也宣布在香港有学籍的学生 不论国籍都可以透过专案访问生方式来台大就读 新唐人亚的电视综合报道